大家好,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DSE 2016 年的 Paper 2 第六條 MC 事不宜遲,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, Let fx 等於 4x 三次加 kx 加 3 where k is a constant 它就說 if fx is divisible by 2x 加 1 即是說 fx 可給 2x 加 1 整除 它就叫你 find the remainder when fx is divided by x 加 1 事不宜遲,在這裏我首先會拿一張單項字出來 好了,在這裏我會想起這個紅色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叫做 remainder theorem 如式定理 如式定理最重要的是它說甚麼呢 它就說 if fx is divided by x 加 1 即是說,如果 fx 被 x 加 1 除 即是除人的那個是 x 加 1 而被人除了那個是 fx 對,頂上發生甚麼事呢?即是,它就說 remainder is fa 那個余數就是 fa 其實 remainder theorem,你給我 我就會,從小到大都有兩個口結心法 就是綠色部分 remainder theorem,其實最主要想說甚麼呢? 就是首先說 step 1 拿除人的那個 今次就是 x 加 1 在這個 case 好了,就 set 它做 0 好,取除人的解號 Nor before subset ised the x 加 1 看下 que x 是甚麼 所以,換言之我們看到 x ��� Shaft наст 譜 , cos x 等於 a 意思是上egt 2 就是 remainder theorem最強求的東西 它告訴你 remainder 就會是等於 f 連 x x 轉 als a 原因是剛才 Step 1 都說了, X 等於 A 所以千萬不要寫 Fx 是 F A, X 轉為 A 其實這就是綠色部分 就是 Reminder theorem 的口缺心法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寫 Reminder theorem 待著旁邊,也不要寫出街給別人看 不展示出去 再回應一條題目 剛才一開始就說 Fx 方便大家做事 我記錄在這裏 好嗎? 好了 Fx 等於 4x 三次 再加 Kx 再加 3 3 也很噁心 我有些也接受不到,再寫一次 好了,意思日上 它就說 If Fx is divisible by 2x 加 1 即是 Fx 可給 2x 加 1 整除 即是甚麼意思呢? 不如我先寫下 由於 Fx 我只要抄題目 所以發生甚麼事呢? 希望你還記得我剛才所說的 Reminder theorem 有兩部曲 Step 1 就是拿除人的設定 所以這次除人的設定是 2x 加 1 重複一下,綠色不算草字不出街 除人的設定是 2x 加 1 設定是 0 看一看 x 是甚麼 如無意外 你便將加 1 調的隔離變減 1 對嗎? 將乘 2 調的隔離變減 2 這個很明顯就是 1 負 2 分之 1 即是說 x 等於 1 負 2 分之 1 在 Reminder theorem Step 2 說甚麼呢? 就是最 Powerful 的位置 Reminder 就告訴你 1 等於 F 不是 x 這次是負 2 分之 1 原因是 Step 1 的時候 計算了 x 等於負 2 分之 1 對吧? 所以即是換言之 今次 Fx 回應藍色部分 Fx is divisible by 2x 加 1 即是說 Fx 是可以給 2x 加 1 整除 如果整除得到的 即是除得盡 除得盡即是沒有餘數 沒有餘數即是餘數不是沒有 是 0 所以 Reminder 應該是 0 所以在這裏暗示給你聽 就是 F 負 2 分之 1 理論上就等於 0 所以換句話來說 在這裏 即是說 換言之 就是 4 乘 2 分之 1 的 3 次 就是負 2 次 再加 k 乘 2 負 2 分之 1 再加 3 就會等於 0 在這裏 做些簡單的步驟 所以是 4 乘 2 負 2 分之 1 的 3 次 即是負負 1 正正負得負 就是負 2 與 4 四 與 8 所以就是 8 分之 1 好了 應該都不是加的了 正負得負 所以先寫負 先寫負 就減負 好了 就會是 K乘 2 K乘 2 再加 3 就等於 0 寫得好一點 這裏是 4 1 如 4 4 2 如 8 所以根本上 第一件東西 就會是 負 2 分之 1 再減 K乘 2 再加 3 就等於 0 不如我們這次全息就乘 2 所以這裏就會是 負 1 再減K 再加 3 2 如 6 就等於 0 終極答案出了 將減K調到旁邊 加K 減1加6 就是 5 所以將等好 左右兩邊調轉寫 K就等於 5 咦 我是不是計錯數 哪個位 一齊看看 3 2 如 6 我是不是抄錯題目 有沒有呢 咦 沒有沒有沒有 嚇死我 K是等於5 好了 之後再來 咦 今次我們不是要找K 所以先寫好 所以 Fx 會等於 4 x 3 次 再加 5 x 再加3 留意題目 今次不是叫你找K 如果一圈圈圈的K 是5 即d 答案就錯了 我剛才差點出事 所以留意題目 最終是 最後一句 叫你 Find the remainder when fx is divided by x 加1 好了 所以現在 聽高一點的紙 我們再用Reminder Fenum 今次 Step 1 它現在說什麼呢 就是由於現在 或者用完字 可能會好些 按錯鍵 我用完字 今次 我現在就 插回題目 就說 When fx is divided by x 加1 好了 那麼 reminder 會怎樣呢 它就是想找reminder 好了 這個reminder 就會等於 好了 我們又用reminder theorem 如式定理 今次 除人的就是x加1 對吧 所以我把x加1 即是除人的 設定為0 看看x是什麼 就會加1 到它旁邊 減1 好了 接著是Step 2 Step 2 就是 reminder 對了 reminder 會有人告訴你 reminder 是甚麼 就是f 不是x加1 因為剛才 上面 看到Step 1 就是x 所以這個x 就變成負1 不是fx加1 是f-1 OK 所以今次 你可以按題目 要求 用藍色筆出外 給它看 reminder 就是f-1 可以嗎 現在你就要 計算 f-1 就等於 4乘2 負1 的3次 再加5乘2 負1 當然還要加3 好了 當然 接近出終極答案 就負負得正 正負得負 所以4乘負1 即是負4 正負得負 4乘2 -5 再加3 好了 出終極答案 正確答案 當然就會等於 負6 好了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看看 看看 一齊找 真正答案 都呼之欲出 正確答案 就會是 B OK 大家看看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了 OK 縮小一點點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